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在森林湖的其中一个人造湖中 我之前第一次来森林湖的时候 就感觉很纳闷 这里又没有森林又没有湖 为什么管它叫森林湖 之后才发现森林湖其实有两个人造湖 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一套就在这 我在等经纪人来帮我开门 我们先在外面说一下 关于这套的一些信息 这要是四个卧室 三个卫生间 室内面积2561尺 土地面积3600尺 1972年建 现在的要价是210万 好多小鸟 这是鸭子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鸭子 看起来不像鸭子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套的房产税 2021年房产税是13356元 然后物业费每个月是306块 这个小区我觉得是属于一个退休胜地啊 基本上每家门口都是挨着这个水的 然后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艘小船 中文很比三 昨天 我们的鸭子 在这 мной 放入冰箱 感谢观看 没有意思的卫生间 这里下来是洗衣房 车库 巨大的三辆车车库 这个小区最少见的三辆车车库 一楼的书房 现在上二楼看一眼 二楼一上来右手是主卧 左手是楼上的两个房间 屋顶都是斜着的 非常的高 然后这是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哇 好大好漂亮 镜头好像摔坏了 对焦不太好 我们来看一下楼上的卧室 呃 卫生间 楼上卫生间 最后我们来看主卧 非常大的主卧 这个应该是 不如是衣帽间 屋好大 很漂亮 很有特色啊 这种老房子就非常有特色 哇 这下午光线太好了 游泳池非常少见 边上还有烧烤台 看不太见啊 这里 内置的烧烤台 后面还有小船 好可惜 这套好美 但是我镜头上午摔坏了 对焦不太好 这是主卧的卫生间 好漂亮 刚才拍的有点尴尬 这个经纪人一直跟着我 跟着我看 问我有什么问题什么的 但是他刚才跟我讲了一下 这一套是在这个小区 我们认为位置最好 的一套是因为他一是在角落 二呢 他这个湖对面是绿带 不是更多的这些房子啊 这样就隐私就非常的好 这个业主在外地 然后听起来感觉比较着急 说什么 如果价钱好的话 讲讲价 你可以愿意把所有的家居 还有后面那艘船一起都送给新的业主 好 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非常遗憾 我今天上午拍另外一套房子的时候 把这个镜头好像摔坏了 所以他一直对不了焦 可能要修一下了 如果大家对这套房言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 随时联系我 还有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考虑点个赞 或者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